经济解析斜杠朝鲜局势降温 压绿江水暖丹东最先知 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已宣布取消6月12日的川金会 但中国通往北韩的主要门户压绿江盼的丹东市 仍吹起一阵阵的乐观风 当的街头的大荧幕不断播放的 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五月初在大连海边散布的影片 丹东市房地产业者表示 川金会或不会 墨石磨大不了 我们更重视的是习金会 丹东可说是联合国对北韩经济制裁案是否落实的温度计 北韩超过80%的贸易活动是与中国进行 其中不少是透过丹东的店家挤走私客中 潮贸易热络与否 自然与丹东房市的容枯兮兮相关 以往联合国虽曾多次制裁北韩 但中国直到去年才同意严格执行 也使丹东经济遭到真正的打击 但现在由于习金和解卡车又将能往返压绿江 对丹东当然是一大利多 但川普却丧失了一大良机 由于川金会已经延后 因此各界的焦点已经转到中国 南韩及俄罗斯等国将如何执行联合国的制裁措施 这些国家都希望维持现有的外交动能 不愿重返之前备受核武威胁的日子 川普21日推文指出 他听说中 潮边境已经出现更多缝隙 丹东的房地产业者 店家及供货商充分理解中 潮关系改善后 这是必然的结果 一些业者更开始建立库存 为贸易回温预作准备 商家指出 从去年10月中国严格落实制裁后 客户便越来越少 业者荡然希望美国与北韩能达成协议 以放松贸易管制 但由于金正恩势必将坚持保留核武 因此谈判前途并不乐观 经济制裁也将持续 业者回忆 当2000年南韩前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时 丹东市的生意好极了 每天约有300辆卡车通过压绿江大桥 但现在每天只有几十辆 但一些业者认为中国与北韩能够和解 情况可能会有所耗转 丹东新加坡城住宅案建商表示 去年只卖出20户 但过去20天已经成交超过400户 一位买主甚至来自四川绵羊 搭飞机前来丹东 花42万人民币买下一套二居室的公寓 业者表示 习 金已经二度会面 因此不用担心取消川金会 丹东市外围柏林大道住宅案的建商表示 市内主要的区的房价仍然稳定 但新开发小区已经上涨 主要是来自外省的买家 业者认为川金会只是暂停 北韩不会重新进行核武世报 而且相信双方仍有机会坐下来谈